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请203快乐男生 四大评委 大家好 欢迎来的快乐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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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耶 什么东西好 耶 你们好 你们好 我先说 舞台是很残酷的 掌声 跟虚声 只是一心之上 祝你们好运 大家晚安 我是陶基怡 在这边首先问问66位快乐男生 你们快乐吗 快乐 准备好了没有 听你们的加油 大家好 我是陈坤 那我希望今天晚上66位 很棒的快乐男生 用心唱歌 让所有电视机前面的朋友 看到你们最棒的表现 并且 并且接受你们马上晋级或者离开的现状 骄傲地唱出来吧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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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李雨春 呃 呃 与其说 我回到这个舞台 是来当评委的 不如说我是回来 干掉规则 干掉中庸 所有的疯狂快男起来吧 马上有请今晚的主持人何总 王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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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名播出的快乐男生全国二十强诞生战的第一站的现场 你们喜欢快乐男生吗 好的 按照以往的节目到这个时候 咱们两个应该给大家包括电视机前的你来介绍比赛规则 六十六强的选手你们举办吗 我们来看看 谁会是在我们二十强诞生战演唱第一首歌的这位第一位泪主 把手放在按键上 首先我们请程序滚动起来 大家听好了 三 二 一 抢雷开始 2013年快乐男生第一位上台的是 就是 张力赫 2013年快乐男生的第一位上台的选手 他的意思是 带着我们的梦啊 是 二 二 你 二 二 我喜欢用自己认同的方式存在 跟着感觉走 第一个时间的限制 四个人180秒 每个人平均45秒 首先是点评开始 陶子姐 好 首先我要谢谢这个先上台的五位选手 霆锋怎么看呢 第一位选手你是对自己很有信心吗 最后一位选手 郑永丹 永丹 我非常喜欢你 我要你讲故事给我听 但是你这个故事只可以带你走那么远 谢谢 哇哦 我觉得应该刨掉利夫 那个就是回答停锋那几秒钟的时间 我们请陈坤跟春春跟大家问个好吧 陈坤说有这个环节吗 好像没有这个环节 但是大家好 大家好 现在继续 好的欢迎各位回来 您现在收看到的是 我们正在为您现场直播的 快乐中国2013原创年度偶像选秀 由美味持久stripe 炫脉口香糖冠名播出的快乐男生 全国二十强诞生战的第一场 这五位当中 到底会是类主晋级 调整情绪来 准备好 准备好了 滚动起来 来各位 3 2 1 强力开始 第二位类主 就是 也未来也没有我 爱知你 也没有我 也没有我 我 我能穿 我当初就不应该学吉他 我只能在眼里偷偷地扫清一汗 我 我 点评 好了 来我们评委的180秒的点评时间 点评开始 春春 呃 呃 我觉得因为我 对在舞台上面的要求还是会比较高 所以其实老师来讲的话 这一组 我没有特别满意 呃 首先是 李星豪 呃 我觉得可能你是因为 前面那一组的同伴 情绪有受影响 所以其实你整个音准都 不太稳 很可惜 但是我非常喜欢 你在唱歌的时候 一种我非常诚恳的态度 谢谢 呃 第二位选手是 蚂蚁聪 呃 其实我知道你喜欢的是一些R&B的一些东西 但是 嗯 因为R&B有很多人都很喜欢 我今天听到你演唱的时候 我其实没有感觉到说 呃 你是 不能被取代的 谢谢 呃 是 今天 在 这里 唱百年孤寂 你觉得呢 霆锋哥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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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也 也不会想到这句话 出自于 李语春 你知道吗 真的 有些事情 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 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 我觉得你其实音色非常好听 但是 呃 因为我觉得可能是七夕的 有一些问题 所以每到尾音的时候 都会有一点抖 你可以自己回去听听 回去看看重播 你会发现这样的问题 好吗 然后到 王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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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你的 演唱 简单 直接 不矫情 我非常喜欢 男人嘛 是吧 王晶 你用西安口音唱的这 这个歌 今天亮了我的耳朵 所以呢 直接了当的我会表示出 我对你的喜欢 对 齐翰 然后最后一位是 齐翰 我觉得通过那个镜头 我可以看到你 非常的扬眼 但是 你今天我觉得不够震 就是那个潇洒的感觉 没有起来 呃 然后有一个地方 有破音 我有听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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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最后的十秒钟 我很直接的再讲一两个 完了之后 五十五号的麻衣聪 你的节奏 跟不上乐队 很有唱法 但是内心东西少了一点 好 时间到了 我很想再让陈坤跟大家问个好 哈哈哈 还问什么好 已经问过了 好了 好 这是我们刚才评委的一百八十秒的点评 现在进行 欢迎各位回来 这里是二零三 快乐中国原创年度偶像选秀 由美味之旧Strapp Jimmy Cole向他冠军国出的 快乐男生全国二十强诞生战 第一战的比赛 结果如何 请评委 来宣布 陈坤 坤 坤 一 强力开始 就是 勇敢的他 这首歌 你刚才这首歌 是唱给李宇春和陈坤的吗 一个春春一个场花 春来了花开了 春来了 没有了 没有了 其实这首歌是我前一段时间 构思再思在广东就构思好了 那个时候因为春天嘛 就是末上春草 就是长了很多春春草草的这种感觉 啊 其实他今天抱的琴 那是他去录天天箱上的时候 天天兄弟送给他 大家还在上面那个签了名 到现在为止 别再浪费时间 年轻没有期限 快展开翅膀飞向那边 哦 你说一万遍我爱你 直到你满意 注意 你的嘴心 有些要自我都要不清 要说什么都可以 你是光 你是唯一的神话 我只爱你 You are my super star 年火车带我 走得很潇洒 那又回头听你 还想说的话 谢谢 好 请大家到舞台中间来 这是我们第三组的五位 我们的类主是贾生强 另外我们也有四位 向他发起了挑战 在这样的五首歌曲之后 同样是180秒的 评委的点评时间 来 评委点评开始 我觉得小强应该是我 我比较好奇的一个选手 我总觉得你 你是架着七彩祥云来的吗 然后 然后我觉得 因为你总是 就是很 志气未脱 但是总能感动别人 我觉得 我非常喜欢你的音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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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强本来准备很认真的想回答 我是不是做七彩祥云回来的这个问题 好 来我们 早进 因为我会想到 他比较像 有点至尊宝的感觉 然后 是 另外一位是我比较感兴趣的 余田吗 余田吗 余田 对 余田 对 我觉得他今天整个的表现 完全就把我们的现场点燃了 坤儿也很喜欢余田是不是 他跟那个 小强 桃子也很喜欢 桃子 这么帅 不 我应该解释一下 这个余田呢 其实他的是整体的舞台魅力 对对对对 我觉得或许呢 如果他将来入行了 在专业的栽培下 他会变成 中国的Ricky Martin 就是有那个 电动的那个 臀部的感觉 哇 琴峰也觉得是这样 琴峰在顶头 我 刚才有想过Ricky Martin 这个名字 不过小强的声音呢 因为他的鼻音 比较多 那你在这个 的时候要小心 就不要变得好像有点 夏天的夜晚 有点蚊子飞过来 但是 除此之外呢 我觉得你的创作 跟你人在台上的自信 吉他没声音了 话头没声音了 你还是可以稳稳地唱完 有先气 这是歌唱界的柯南 我也必须得夸一下 我们的25号选手 你非常懂得 你自己的长处短处 你的吉他的groove 你的这个节奏感 而且你的假声 你的标的音 还有你的唱功 你都在短短的一分半里面 显出来 这个是很难 而且这个我觉得很牛 那谢彬彬和余梦龙的部分 对不起 我有一个问题 想问一下 那个举起 就是因为我刚刚看那片子 你有240首原创的歌曲 对 可是我为什么我们今天听到 Superstar 我觉得 不论什么歌到我嘴里唱 都是我的歌曲 喂 呦 很自信啊 但那240首 没有 没有愿意拿出来分享的吗 下一轮 二十强之后 来吧 下一轮呢 想听的话 二十强劲 猜了 好 时间到 好 哎呀干嘛 现在进行 是的 欢迎各位回来 这里是2013快乐中国原创年度 五向选秀 由美味持久Stray 炫卖口香糖冠名播出的 快乐男生全国二十强诞生战的第一场 是的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 新浪微博QQ空间搜狐新闻客户端 网易新闻客户端 百度图片对节目的打力支持 谢谢你们 是 春春 请宣布 首先宣布的是7号余朦龙 你今天的结果是 待定 余末龙 待定加油了 加油 有机会 祝福你 接下来是 三十八号谢冰冰 还有二十五号 举起 你今天的结果是 要暂时的离开 举起和冰冰加油 那么 选你喜欢的 华白.com 由你来决定 谁可以回来 其他的几位稳定情绪 台下的稳定情绪 我们听一下 剩下这两位 选手 我们贾胜强和余田的结果是 三十六号贾胜强 二十一号余田 恭喜晶级 晶级 晶级 这一轮两位 三 二 一 强力开始 这一轮的泪主是 那一夜 那一夜 我伤害了你 那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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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动慢了一点 所以你干脆 就记性的把它改成了 不用伴奏 直接来演唱 同样也传递出非常 澎湃的舞台魅力 我好心疼他那副眼镜 我这个人特别珍惜眼睛框 你知道吗 你很想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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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对你来一个 你很想念 那一夜 你很想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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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个人 有多久没见你 以为你在哪里 评委老师 那位 好 鼎彤 来 请点评 我先说10号选手 其实你 因为刚才 其实你唱得不错 好 接下来 坤 那个鼎彤对不起 我很希望接下来 明天跟后天的 选手 你们一定要记住 声音是为你们的 内心服务的 不要停留在技巧上面 或者 我希望你们 更用心唱歌 比如说今天的张洋洋 我认为你做得很好 现在进行 欢迎跟我回来 3 2 1 乔丽开始 最后一位类主 今天的最后一位类主是 我的南方姑娘 谢谢 谢谢左力 汪涵为什么南方那么大 他一定要点出是江西的姑娘呢 辛苦了 四位 辛苦了 还有你们 谢谢大家 明晚见 比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